那我們來看一下您看到這個任務裡面 這裡有沒有一個數位教材的 您把它打開這個單元打開 因為這個問題老師常常問我 所以我就寫成文章比較快 您看第五個有沒有好用的螢幕畫筆 其實那個畫筆好多好多 現在只看老師要的是什麼樣的功能 那像上面這裡還有IP-EVO 這個是功能比較多的 功能比較多的 然後呢你也可以搭配Windows的 老師平常Windows那個 Logo那個按下去 你都那個是什麼功能 按下去之後就開始對不對 然後就結束了 因為你就結束了 可是其實這裡面還有好幾個組合鍵很好用 只是老師平常比較 他有好多組合鍵蠻不錯 那我們先看這一個 你點進來之後 會找到我這一篇文章 有沒有 我裡面就介紹這麼多 那剛剛您所看到我在用的主要是這個Dream 他的好處是你會發現 不留痕跡 缺點就是我大部分都用快速鍵 所以你就不知道說我是用什麼軟體 OK 所以我現在用的那個叫虛擬教邊 現場不能拿出來但是那個電腦沒拿出來沒關係 好你就這樣子的話因為我們在指南裡都看的很清楚嘛 比優標清楚 那這個呢 如果您需要軟體的話在右手邊這裡 打開 我有用到的就是這 螢幕放大這個RuneHit就是這一個 那您現在看到這個螢幕畫筆 就是叫做 我好像這個就沒有放 另外還有一個是在這邊的 等一下我再給您看一下我先把它收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個 這個 0.2 fix 這比較老牌的 按下去之後 如果你喜歡像那個政論節目 還是財經節目啊 裡面有一個電視然後旁邊就有一個 有沒有就有那些工具 如果你不想寄快速劍 拿出來人家不會笑你 打個勾也很好看 對不對 一樣可以用啊 對不對你要劍頭就劍頭啊 這樣劍也是有啊 所以不見得要自己畫 打字也可以你就可以選粗細 對不對然後呢這個是什麼 這一種的 是屬於螢光筆 所以老師如果您仔細看一下 這裡也可以放大喔 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個螢光筆會 倒過 如果你用的是右手邊這種筆就是直接怎麼樣 這樣 這樣 也門就直接蓋住了 所以它有兩種筆 那你真的要離開人就離開 它就收起來 所以這樣這個也不錯 那我所介紹這些都免安裝 重點是翻擠 對吧 老實一點不行 要付幾年嘛 上這個課還要付錢 學校付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我這篇文章 其實我介紹蠻多的 您可以做參考 那每一個我都 稍微介紹一下 有免安裝版 有的有提供免安裝版 那您就可以看看說這個怎麼使用 我都有稍微錄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剛講的 這比較老牌的 好比較老牌的 那 我平常上課比較常用的就是Rumit 就是這個 這個是微軟的 微軟的 小工具 小工具 那這些都是免安裝 免安裝您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都有把 它也可以換畫筆的顏色 也可以換畫筆的顏色 那甚至 就是 你筆抓大小 只是它搭配快速鍵會比較好用啊 你如果沒有搭配快速鍵可能用起來你會覺得說 比較麻煩一點點 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 拋 Point Sticker這個也是就是我剛剛的這個畫筆 您看一下我在這邊 有沒有顯示出來 你的大小可以自己調 也有透明度可以調 甚至不喜歡紅色的你也可以換別的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那個筆 就還蠻不錯 還蠻不錯的 你就可以自己試看看 這樣OK 這個是 額外提一下 因為老師可能 在教學上 不管是電腦教室或一般教室 這個 都可以有助於學生 專注一點點 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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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